立法院新会期核实开议 朝野党团下周一将进行协商 蓝绿目前是属于二十三号 不过民众党团总招黄国昌反对 认为要提早 最晚十六号就应该要开议 国民党团表示都可以接受 民进党团是认为 新科立委办公室还有助理 需要时间准备 二十三号是比较适合 可以协商沟通 立法院立委一号就任 也选出了正副院长 新会期核实开议 五号周一将由朝野协商决定 蓝绿党团总招属于二十三号 不过民众党持反对意见 总招黄国昌喊出要提早 最好下周就开议 底线是二月十六号 大家早就开工了 那为什么台湾只有一个单位 叫做立法院 坚持要到二月底才开工 老实讲我不是很了解 那程序上面要求提早开议的动议 我们也会准备好 其实国民党团的所有委员 都已经准备好 我们随时可以开议 所以无论是二月十六 或是二月二十三 因为卡到农历过年 所以都是合适的开议制 国民党团表示 十六号或二十三号 都可以接受 重点是行政部门要准备好 因为近日收到的施政报告 仍未看到政府 对新民意的具体回应 民进党立委则指出 依照经验 二十三号是比较适合 因为区立委过年行程多 新科立委也需要时间 将办公室装修完成 吴四瑶指出日骑士尊重朝野协商 没必要为了开议时间做意气之争 也不要搞个人英雄主义 另外蓝白都喊出吴儿林新总统 赖清德上任之后 邀请赖清德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 并且进行巡达 民进党表示依循法规运作 而赖清德也愿意到国会 进行国情报告 记者韩英谢其文 林志坚综合报道